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不是说你已经不喜欢我了吗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韩助理说 韩助理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你生病了 只有我能帮你 你都知道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 可你毕竟帮了我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不过我现在提前跟你说好啊 你我当你女朋友是假的 除了治病 你可千万别有什么非分之小 好 我答应你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这么帮我总得有个目的吧 钱 工作 地位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可以答应你 不用了 反正我也不会在这里待多久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你还没跟我说要干嘛呢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这个我以后再跟你说 现在最重要的 你得先通过我爸这一关 两位好 要这两个 好的 这四个全要了 好 最后我帮我全拿了 好的 要这两个 还有这四个 好的 这一排我全部买下来 好的 这也要了 适合他 好的 好 欢迎光临 帮我给他弄个心爱点的发行 好的 方总 弄好就换上 好 来 走吧 等等我 哇 解放了 你还没说我们到底要干嘛呢 还记得刚才我爸跟你说的话吧 他说你自己会看着办呢 不会是他让你把我打分成这副样子的吧 当然不是 你在我爸的眼里 只是个没身份 没事宜 还是个有心理疾病的人 他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分开 只不过在他没下通牒之前 我们还是有机会挽回的 怎么挽回啊 今天的见面太仓促了 这两天 我必须带你再见他一次 想办法让他接受呢 只不过 你需要做些适当的改变 明白了 就是把我变成他们喜欢的样子吧 对不对 这两天你尽量把时间空出来 我会把注意事项交给你 如果你没有出错 我想我爸不会太为难你的 嗯 我们又不是真谈恋爱 干嘛一定要他们的朋友 我们偷偷见面不行吗 那你就太小看我家人了 就算我爸不成 还是有很多人会等着抓你把柄 无论我们今天的关系是真是假 都免不了要过这一晚 好吧 今天辛苦你了 明天我派人来接你 顺便把东西送回来 嗯 拜拜 等等 当我的女朋友会让你非常辛苦 如果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你放心吧 我做过的事从来不后悔 我谈过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